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国际间那些热门话题 保证让你听了记长知识 又能轻松一笑 首先让我们飞到亚洲的一个角落 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美国政府日前公开成员阿努纳卡尔帮制印度的一部分 这可让中国政府强烈不满 直接拍桌子表示坚决反对 嗯 看来这块土地上的争执 就像是两个孩子争夺玩具一样 只不过这次争执的后方站住两个大人 气氛显然紧张了不少 接下来咱们转战到香港 这里的故事可就更加引人入胜了 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 让不少在香港运作的跨国企业忧心忡忡 这部法律对国家机密和与外国实体的联系定义的模模糊糊的 让人一头误损 许多企业都在急匆匆的更新他们的应急计划 看来大家都在为可能发生的风雨做准备呢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香港的另一个话题 那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带来的各种反省 从人权捍卫者到国际社会 对这部法律的担忧声音此起彼伏 这部法律被批评为用来吓唬人的法律 而且实施细节上的含糊不清 更是让人担心香港的未来 看来这个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家都在关注注这部法律会如何影响香港 甚至整个亚洲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天下文章就回了 希望透过我们的讲述 能让你对这些国际大事有更深的了解 别忘了世界之魔大有太多的故事等着我去发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明确承认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领土 中国表示强烈不满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美国政府星期三承认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 并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在与中国接壤的印度东北部邦 推进领土主张企图后 中国政府星期四3月21日对美国承认阿鲁纳切尔邦 为印度领土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将印度所称的阿鲁纳切尔邦 认定是西藏南部的一部分 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 最近引发中国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印的边界从未划定 藏南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 这一基本事实不容否定 中印的边界问题是 中印两国之间的事与美方无关 他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伯当·帕特尔 星期三3月20日说 美国承认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领土 他说 美国承认阿鲁纳切尔邦为印度领土 我们强烈反对 通过军事或民事入侵或侵占实际控制线的方式 推动领土主张的任何单方面企图 对此 林健批评美方一贯不择手段的挑动 利用他国的争端 以服务其地缘政治私利 本周早些时候 印度方面重申阿鲁纳切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称中国对这一地区的领土主张是荒谬的 印度总理莫迪3月9日为阿鲁纳切尔邦的色拉隧道开通揭幕 这条海拔13000英尺的隧道 是印度为升级实际控制线周边基础设施采取的措施之一 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发生以来 中印两国军力在实际控制线沿线持续对质 至少20名印度军人和4名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中丧生 冲突发生后 两国军队都在边境增派部队和装备 目前 两国共有5万名士兵在这一边境地区集结 美国和印度近年来不断推进双边关系 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迈克尔·库格尔曼·麦克尔·卡格尔曼 对美国媒体CNBC表示 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声明反映了美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 与印度完全结盟的一贯努力 库格尔曼说 美国通常不会对印度的一些边界争端发表评论 甚至在印度与巴基斯坦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争端都不愿明确表态 但在阿鲁纳切尔邦的问题上 华盛顿发出了与新德里团结一致的信号 他说 这就像美国努力帮助印度 阻止中国对其北部边境的侵略一样 包括通过情报共享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基本法23条立法令人担忧 香港外企制定或强化应急计划 美国之音中文网 香港立法会全速全票通过的基本法第23条 国安立法由于对国家机密和与外国实体联系等的定义模糊 令许多仍在香港运作的跨国企业忧心忡忡 一些咨询机构和对冲基金正在因此而更新和强化各自的应急方案 并未应对这一新的政治风险寻求法律意见 路透社在星期四 3月2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 引述一位在香港拥有几十年向国际公司提供咨询的公司高管的话说 好几家公司由于担心数据安全 现在正在把一度被视为亚洲跨国公司主要基地的香港与中国大陆等同对待 将公司香港团队与公司其他部门的信息完全隔绝 另一位高管向路透社表示 他的对冲基金公司因为担心新立法中有关国家机密的条款 正在为如何与监管部门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而寻求律师意见 说到底就是对听命于中国的香港政府缺乏信任 最近出席过一场与香港高层官员会议的一位外国公司高管向路透社说 上述三位高管与路透社采访过的十多位商界人士 一样都因为谈论的是敏感的安全问题而不愿透露身份姓名 香港立法会星期二无意义通过备受各界关注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再次引发外界对特区政府在北京受益下挥舞国安大棒 进一步扼杀香港自由的担忧 这项源自基本法第23条的国安法规定于本周六正式生效 以打击叛国 叛乱 煽动叛乱 窃取国家机密 间谍 破坏 以及境外干预为借口 全面进一步收紧港人的人权和自由 被指控触犯这项立法的人 一旦罪成 便可被判处七年或以上监禁 最高则可以被判无期徒刑 香港总商会以及其他商业协会声称 这项立法将让香港成为本地和在当地运营的外商和专业人士 更安全的地方 香港和中国官员反驳外国的批评 声称新立法有利于香港的稳定 并且强调这项立法并不比包括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在内国家的类似立法更严苛 但是路透社引述部分律师的话说 新立法围绕所谓境外势力干预 间谍以及如何认定国家秘密等罪名的定义 过于空泛而引发人们对模糊和不确定的担忧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商界人士表示 这项立法让香港看上去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国家安全体系靠近 因此有可能削弱香港的国际作用和地位 对国际商界和金融投资人而言 香港的普通法和横平法传统 适合信息 自由流动 以及货币自由兑换 同样重要的 路透社引述美国威尔逊 桑西尼·威尔森·桑西尼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陈伟恒的话说 因此 这项立法在现行普通法体制内如何执行 将会被密切关注与评估 负责大中华地区事务的陈伟恒说 一位对冲基金高管向路透社表示 新立法条款和实施细则模糊 正是这家公司更新其应急方案的主要原因 我们正在两个问题上紧急寻求咨询 一是我们对公司和个人的研究 是否让我们误入风险领域 二是我们如何可以安全地处理 我们与外国政府相关的主权财富基金 这也包含我们如何分享和储存我们的研究 这位不具名高管说 我们希望留在香港 但是如果需要的话 新加坡则是我们的备胎 他说 中国政府去年开始收紧对信息的管制 包括对中国企业数据库的控制 而且开始打击禁职调查公司 逮捕了美国美斯明治集团 Mins Group 驻北京办事处的五名工作人员 一位专门从事公司调查的专业人士 向路透社表示 他在香港已经工作大约20年 但是现在调查诈期 或进行禁调工作 却可能难以展开 因为这些通常秘密进行的调查 经常会对资产和公司进行查核 三位禁职调查公司高管表示 这些潜在的风险 已经导致这一行业内部的精简 而有些工作人员已经离开香港 中国的安全之手必将持续伸向香港 其中包括数据管控 这位专业人士说 香港虽然仍相对开放 其前行的大方向却已很明确 他说 美国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 一些外国公司主管表示 香港通过的新国家安全立法 令香港失去国际商业中心的吸引力 报道说 新立法对国家机密和与境外势力联系的含糊定义 令香港更向中国大陆 进一步动摇了外国公司及主管对香港的信心 自2019年以来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离开香港 区域主管外移香港或者缩小在香港的运营 几位在香港的外国商界领袖表示 尽管新的国安立法不会让他们重新考虑在香港的运营 但是却加重了对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魅力 以及阻碍吸引外国人才的担忧 十字架报 23条立法旨在达到令人生畏的目的 RFI法广 异常严厉的23条立法引发人权捍卫者担忧 香港立法会以极快的速度审议通过了《基本法》23条立法 继续引发法国媒体的关注 十字架报和回声报分别载文 报道和分析了23条立法的寓意以及引发的反响 十字架报指出 这项国家安全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令人生畏 该法案异常严厉 引发人权捍卫者担忧 并受到西方的谴责 批评者指责这项法律不清晰且严厉 它规定将严惩分裂国家 颠覆中央政府 恐怖主义 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等罪行 香港一名社会学家认为 23条立法完善了一些安全条款 但并非必不可少 现存的法律武器库基本已足够 这是一项用来吓唬人的法律 因为政治意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 危险已不复存在 由于新法在如何实施方面含糊不清 有些定义十分模糊 特别是在窃取国家机密方面 其中包括国防情报 也包括有关城市经济 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信息 引发了当地商界人士的担忧 人权活动人士则认为 这项新法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后一击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总监 沙拉·布鲁克斯表示 23条立法将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 等法律概念直接引入香港法律 其方式引发对香港未来的普遍担忧 《回声报》报道指出 商业界人士和人权捍卫者 对该法律的前景表示担忧 他们曾呼吁立法者审慎考虑其效果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福尔克·蒂尔克·布克特克指出 香港立法会仓促通过如此重要的一项立法 令人感到震惊 尽管人们对其中许多条款 不符合国际人权法表示严重关切 这位人权事务专员担心 该法模糊而宽泛的条款 可能导致受国际法保护的一系列行为 被定为犯罪 包括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 以及接收和传播信息的权利等 欧盟方面担心 此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潜在冲击 以及可能对作为国际商业中心的 香港长期吸引力造成的影响 伦敦也做出表态 谴责23条立法将进一步损害 其前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 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北京针对西方批评新国安法的反响 中国指责某些国家诽谤香港新的立法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 中方对个别国家和组织抹黑香港国安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公布吸引外国投资者计划 此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 分别介绍了中国公布吸引外资计划 以及欧洲在华企业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为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北京政府刚刚公布了24项措施 北京的这一举措是在期待中的复苏 依然缓慢的背景下做出的 2023年 外国投资者大多持谨慎态度 在中国的投资有所下降 为了扭转此一局面 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一项包含24项措施的计划 决定扩大市场准入 让外商增加对银行、保险、医疗等行业的参与 北京还承诺改善在华外国企业的整体环境 消除阻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同时希望鼓励外国人入境 为外国商人及其家属的签证申请提供便利 欧洲在华企业普遍怀有不安全感 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 5月初到访欧洲仅数周之际 在北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背景下 欧洲企业表达了对中国营商环境演变的担忧 欧洲商会周三发布的一份 《关于降低风险》的报告显示 欧洲企业对日益政治化的全球商业环境表示遗憾 在这样的环境下 企业必须就如何或是否继续参与中国市场 做出非常艰难的决定 中国风险管理方法的规模和深度以及加强经济安全的做法 似乎远远超出了欧盟打算消除其自身市场的严重依赖 以及潜在扭曲的愿望 其结果是 欧洲企业不得不分配越来越多的资源 以防范难以预测的中国市场带来的风险 报道指出 近月来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 去年9月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作为回应 北京在今年1月对欧盟进口的干一白蓝地发起反倾销调查 此举主要针对欧盟主要出口国法国 最近 法国推出遏制快时尚跨境电商平台的法案 也引起了北京的注意 德语媒体 想来香港吗 后果自负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时代周报发表分析文章称 2003年 基本法23条立法就曾引发大规模抗疫浪潮 以至于立法程序被迫叫停 而现如今 这一立法草案竟然获得全票通过 足见香港已经彻底完成了大陆化进程 文章写道 香港现在已经变得目的一般的寂静 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份新的国安法呢 立法过程为何又要如此匆忙 从1月底公布立法要素 到3月19日全票通过 整个过程耗时不足50天 按照香港政府提出的理由 这一切都是为了填补法律空缺 2020年 中央政府受益发布的国安法中 规定了四种需要惩治的罪行 分裂国家 颠覆政权 恐怖活动 以及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而根据基本法第23条的新立法 惩治范畴又扩展了五个新的罪名 叛国 叛乱 窃取国家机密 破坏 以及境外干预 上述罪行一旦确认 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本周六 新法就将开始生效 简言之 今后仅仅是因为接触了 外国外交官或记者 就可能被香港法庭定罪判刑 根据这一新法 拥有煽动性的出版物 就可以被判处最多三年的监禁 今后港府将有权 无需让犯罪嫌疑人 在48小时内见到律师 也有权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 将当事人关押16天之久 香港出售批评共产党书籍的书店 本来就已经寥寥无几 现在又有一家媒体宣布要关门打样 受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 也宣布即将离开香港 时代周报的分析文章指出 23条立法速度之快 令人则舌 港府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使这一新法成为继承事实 南华早报报道称 对外界严守秘密的目的是 要让外国势力对新法的出台 感到措手不及 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社会的批评和制裁 北京的中共政权 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代理人 就是要让西方政府 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一直蒙在鼓里 直到声谜已经煮成熟饭 对于香港本周通过的 《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评论称 早在从2003年 香港就曾试图通过这样一部法律 但立法尝试 引起了公众社会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港府只好收回成命 而现如今 香港立法会的表决中 新法以89比0全票获得通过 而且几乎听不到任何公开反对的声音 这一现状并不令人惊讶 毕竟那些最有可能发表反对意见的人 要么已被政府投入监狱 要求已经流亡海外 尼中的送中条例引发大规模抗议浪潮后 中国为香港制定了引起广泛争议的国安法 而本周通过的新法 就是这部国安法的后续 显然一部国安部还远远不够 尽管香港股市低迷 外国投资者大批撤离 政府还是绝技 要拥有更多抓人官人的法律工具 新法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叛国和叛乱的定义又极其模糊 总之 想来香港吗 后果请自负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Copyright 2024年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